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家一共有多少亩的地啊 应该有一百多亩吧 哇 那么多 所以现在就是 我公公婆婆就拿了一部分地出来种柑橘 然后他们种的柑橘的品种叫做卧柑 然后你看现在这个柑橘呢 就是很小很轻 然后大概到四月份左右是它成熟的季节 然后因为有一年我们回来的时候 就有摘到那种特别大特别黄的感觉 味道就还蛮好的 路旁边这个树呢 看起来很像松树 它叫做罗汉松 然后上面是结果子的 刚刚呢我公公说这个果子是可以吃的 我们来试一下 加一颗紫色或者红色的吧 红色的 试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吃是什么味道 这是红色的果子 嗯 很甜 蛮好吃的 这里是一片松树林有很多的松树 这里是一片松树林有很多的松树 茶油树 对 超哥家种了十几亩的这个茶树是吧 对 然后这一片过去全部都是茶树 然后我们平时在家里就是做菜用的茶油 就是拿这个茶树的果子炸出来的油 然后非常的健康 嗯 这个结了嘛 好多哈 嗯 对 一刀可以结的好近啊 一刀有十几十斤七八十斤都有 那好可以啊 嗯 我们下下的时候呢 就经过了一大片的竹林 在我的右手边 这边全部都是竹子 看着非常的清爽 可以看到上面竹子的尾部 可以拿来做那个大的扫帚 对 我小时候我们就干这个事 就是别人把那个竹子砍掉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竹尾巴嘛 然后拉下山去卖 就一个竹尾巴好像两毛钱还是五毛钱 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还蛮好的 可以挣到一点零花钱